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主我们也正式求告主 祢让我们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智 也求主将这每一分的钱财 用在祢的圣宫上面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想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 在这一段居家崇拜网上聚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可以透过几个管道向教会奉献 第一个是我们教会的网站 我们教会的网站的右边 下面有一个叫GIF online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点击去奉献 第二个是如果你们手机有download 我们教会的app 在中文堂的网站下面有一个奉献 弟兄姐妹也可以做奉献 第三个是弟兄姐妹可以将支票寄到教会 那请您在信封上面注明会计室 这样子就可以insure你们的奉献的隐私 好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启示录一章12到16节 启示录一章12到16节 由我为大家攻读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间竖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揭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接下来是牧者正道的时间 我们将讲台交给我们的葛牧师 正道的题目是荣耀的基督 弟兄姊妹平安 哈利路亚 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说阿们 虽然在这一个疫情势略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仍然坐在宝座上面 阿们 今天这段经文 是这个使徒约翰 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几个意象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他在这个意象当中 看见了这一位荣耀的基督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一下 其实 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当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皇帝 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 而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连约翰他自己 他是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使徒约翰 他心中 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发出一个问题说 神啊 你在哪里呢 上帝啊 你在哪里呢 你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病毒 在整个世界 造成了整个世界这样子的不安 甚至许多的基督徒 也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到影响 也有基督徒 也有甚至是牧师 也得到了这一个新冠肺炎 有多少的信徒在那边祷告 上帝啊 你听到了吗 上帝啊 你在哪里呢 在我们人生当中 其实 我们都会经历这种情况 面对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上帝你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在哪里 在虽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中间 虽然在这个疫情这样子肆虐的情况之下 上帝在哪里呢 上帝仍然在我们中间 Am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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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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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因为看见了神 他们因为认识了这位神 所以他们整个的人生不一样 因为他们看见这位神 以这一说带助他们的事奉 他们的工作 是清楚的 是上帝所打发的 就这么今天看望 你也看见这位荣耀神 约翰在巴默海岛 在那一刻好像看起来 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结局 走到了一个陌路 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环境之下 但是他看见了这个印象 而这个印象影响了他整个一生 这个印象也影响了世世代代 借着奇事录所写出来的 带来了今天教会 何等大的盼望 并且借着这一个教卷书 让我们知道将来必成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要站在里面 Amen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要来看 约翰所看见的这一位基督 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 在十三节这里 他提到说 他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他胸肩竖着经代 你看这个图 这个事实上我们有去过新约之旅的 大概都可以再重新的回忆到 在这个巴洛海岛 其实一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岛 但是在当年 那是一个把这些犯人流放到那个地方的一个海岛 在那个地方一望无际 没有别的人 就是这些犯人属在一个地方 巴洛海岛 这个约翰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他人生当中 可能是最悲惨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遇见了耶稣基督 亲爱的兄姊妹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不是在你顺利平安的时候 你认识这个基督更多 不是在你自己一百分岁的时候 你遇见了这位神 很多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苦难的中间 是在你人生的低谷 在你人生的低谷的里面 你遇见了这位基督 你认识了这位基督 所以 使徒约翰他看见了这位基督 身穿白衣植垂到脚 他胸肩束着金带 这个情形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在旧耶里面 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面 同样他也是这样形容 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 他的衣裳一直垂到地上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在形容 象征着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 那个圣洁 那么接着我们看在十四节 我们接着看十四节 十四节这里说 他的头与法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好 我们注意看 这里讲到他的头发皆白 讲到白 然后如白羊毛如雪 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在戴伊里书第七章第九节 也出现类似的 在那个地方他说 他说我观看 皆由宝座设立上头 坐着亘古长存在着 他的衣服皆白如雪 头发如唇尽的羊毛 在这个地方提到是谁呢 在这个地方提到是耶和华神 所以换句话说 但耶里看见异象的时候 他近时达到二十一天 他看见这个异象 因此带来他更加的独信 更加的坚定他自己对神的信心 那么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看见神向他显现 亲爱的公子妹 所以使徒约翰同样 那一天他看见这一个人 看见这一个人好像人生的出现的时候 事实上就对照出来 旧约翰所出现的那一位上帝 而就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基督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就是神 Amen 这个对今天的犹太人来讲 他们很难接受一件事情 他们一直不能接受 耶稣基督就是神 但是亲爱的公子妹 你我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 Amen 那么这里又提到说他白法 是不是 我们这个年纪了 开始有白法 那么以前就觉得说 哎呀真是很想把这个白法去掉 特别是就是觉得 每次那个从那个前面的灯光一照下来 然后这个照片一照下来 还有就看见好像亮亮的 非常亮 但是呢就怎么样 事情上说什么呢 真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说 白法是荣耀的什么 光明 大概我们就知道 白法是荣耀的光明 所以有白法是荣耀 哈利云亚 我们这边白法族都不在了 如果你是白法族的 你跟你旁边说 你是有荣耀的 阿们 但是真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这边 下半段我们平常比较没有注意到 他说白法是荣耀的光明 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所以这个地方把荣耀 跟公义做了一个对比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白色 这个白法 这里讲到他说他的白法如雪一样 且在强调他的公义 那么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说什么 这里说他说你们的罪像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这个地方又提到 雪白 提到羊毛 白色 但是他的对照是什么呢 他的对照是罪 罪像诸红 红如丹眼 因此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 当他讲到他的颜色是雪白的时候 是白如羊毛的时候 他在强调圣洁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头与法皆白 无白羊毛无雪 从圣经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来看见 他又再一次强调 这一位基督是公义 是圣洁的基督 Amen 好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十六节 十六节 十六节这里提到说 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反光 在马开平实习上第二节那边 提到耶稣基督 这个主带着他的门徒们 还提到彼得亚和约翰一起上山 对不对 那就在那个山上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 耶稣变相 是不是 所以彼得亚和约翰他们就说 哎呀 不知我们在这里正好 我们搭三座藤 有没有 一座给你 利亚一座给你 所以他就是 在那个地方 耶稣基督就变相了 那圣经上里面提到 那个耶稣基督变相的时候 同样的也在戏弄那个仿佛是烈日放光 所以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 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也是象征着荣耀和圣洁 所以我们归纳出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 当约翰看见这位基督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这位基督 第一个我要把他归纳起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因为公义 他是因为圣洁 他是因为荣耀的基督 Amen 就是什么耶稣 你会说 哎呀这个东西 这个太 太神学了 太中向了 好 对不起没 那我就 我现在跟你把它 进一步的来谈到 跟我们有关系 现在对不起 在今天这个时代 你会发现 圣洁 是一个 很稀有的动物 你会发现 甚至在教会的里面 圣洁也是一个 很少被谈到的一个主题 我不是讲林良堂 林良堂应该常常讲这个主题 但是今天很多美国的教会 甚至主流教会 很少再谈到神的圣洁 可是圣经上说什么 圣经上说什么 西伯来书12章14节 如果是你自己有圣经 请你可以打开明显来看 在西伯来书第12章14节 这里他提到什么 对不起 好就这里 这里提到什么 他说 非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够见主 所以西伯来书12章14节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 非圣洁 没有人能够见主 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要来见主的面 圣洁 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今天很多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人 他们不认识这位主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 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主 他根本没办法看见这位主 当他真正的遇见这位主的时候 就会显出他里面的黑暗跟罪恶 那同样神的儿女基督徒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刚才今天我们一直问的问题 就是你看见过神吗 也许你今天也可以问过你自己 问过你自己的家人 问过你的孩子 问他说你有看见过神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悬 但这个问题非常实际 就指定你有看见过神吗 实际上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如果我说我们没有探过见主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污秽败坏 使得我们不能够见这位主 甚至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犯罪的人 他不太愿意去见光的 是吗 我记得以前早期我在勿会的时候 那么有一位年轻的姐妹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金 他很会杀 那么也不听父母亲的话 父母亲很烧脑金 所以父母亲跟我分享这个情形 那么就希望我能够跟他谈一谈 当时这年轻的孩子 大概才高中生吧 可是当我说要去约他的时候呢 他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不要跟我赢 不要跟我见面 为什么 这叫黑暗怕见国 所以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些的罪 他里面有一些东西 他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他很怕跟穆斯坦 那其中之外 更何况 如果当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所有一切隐藏的黑暗 通通都要被显示出来 所以 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十六节也说 他说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 我是什么 圣洁的 这个地方 特别对着 是基督徒对着他的儿女们说的 是对着当天对着以色列人讲 说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要圣洁 那今天同样他也对我们说 基督徒啊 因为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我们教会历史上面 有一位神所众教的仆人叫宋上洁 宋上洁博士 那么宋博士 他曾经谈到有关圣洁这件事情 有人问他说 他说宋博士 你讲道为什么有能力 他回答说 他说因为我不断地认罪悔改 然后接着他就说 圣洁的人 其影子足以异人 为人爱守有能力 这一段的说法 其实跟我们今天整个教会节里面 我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或者说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今天你可以看一下在教会里面 很多人追求那些有这个所谓一病恩赐的 去参加这样子的聚会 希望能够得到医治 我不否定 有的人确实上帝给他有这个医治的恩赐 但是今天你可以看见 很多自己是所谓的有一病恩赐的 或者是所谓神医的 但是他自己却犯淫乱 他自己却过一个不到的生活 而宋上洁博士 当年神给他聚当时候 参加过他聚会的人都说 神借着他的手 医治了许多的病人 可是他虽然如此 他讲一件事情 他说圣洁的人 其影子足以异人 为人爱守有能力 宋上洁博士对传道人 他提醒三件事情 他说传道人有三要 祷告 查经 自解 其实前面两项 也就是身体上讲的 祈祷传导 是不是 查经他只能意思说 读圣经 读神的话语 好好的查考神的话语 传道人有三件事情 很重要的 祷告 查经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 他说自解 今天特别在我们北美的教会来讲 圣洁是格外的重要 所以前面我们看见 约翰看到这一位基督 他是一位荣耀的基督 他是一位公义 他是一位圣洁的基督 那么接着在十六节 在十六节他又在形容他所看见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形呢 他说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这个 这个剑 两刃的利剑 这个在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也提到神的话 就是什么 好像是 一切两刃的利剑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好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 好不好 来预备 请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赤入剖开 连心中的失恋和主义都能变明 那刚才我们讲到说 约翰看到这一个基督的一个形象 这个荣耀的形象呢 是他口中出来一把 一把这个两刃的利剑 这个口就代表说话 口就代表话语 因此呢 这个代表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标准 因为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 可能今天你在美国的圣洁的标准 跟你在中国的圣洁标准是不一样的 甚至可能你我两个人之间 我们对这个所谓的洁净不洁净的标准 对罪的标准都不一样的 因此什么叫做 什么是标准呢 在这个愿爱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就这样说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来 预备请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讲了说 什么叫做罪呢 罪的定义是什么呢 罪的定义就是违背律法 意思就是说违背神的话 对我们说你发现今天在 在这个社会里面 道德观低落 甚至是对罪恶的观念更没有 什么叫做罪 今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法律 对不对 在美国一个崇尚法律的一个社会里面 当我们讲罪的时候 他会说 那个那个这个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就是等于没有犯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处心几率想要改变美国的法律 甚至更动美国的宪法 就是希望替他犯罪的行为合理化 因此同性恋合法化 因此堕胎合法化 你可以看见这一些东西 是圣经神的话里面 所不喜悦 神所咒诅的事情 而今天美国的社会 渐渐的把这些不讨成喜悦的事情 渐渐的恢复 变成是合法化 换句话说 那个叫不犯罪 所以什么叫做罪 圣经上很清楚的说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违背神的话就是罪 因此什么时候 你可以看见神的话一出来 人就整个要被光照出来 以色拉当时候带来一个复兴 是怎么样子的复兴呢 就是因为他们把律法书发现了 他们把律法书宣读出来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会众 就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这样事情那样事情 跟神的话违背 因此他们在神的面前悔改 现在兄弟兄姊妹在这一个疫情 这个coronavirus这个疫情 泛滥的时候 我想大家很多时候 每一天在读新闻都关心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网络上面也各式各样的一些消息 在充斥着 在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一些的人 就开始对华人 或者甚至对亚洲人开始产生反感 因为他们听到说 这个coronavirus的来源 就是因为中国人吃蝶蝠 所以因为吃蝶蝠 所以把这个virus带到人身上 人就传人传 所以这个消息我想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了 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会吃蝶蝠 就像在SARS的时候 全世界人都知道是因为什么样 吃什么 吃果子里 中国人跟人家的印象是这样子了 我今天不谈这些东西 我想我们也不鼓励去乱吃这些东西 但兄姊妹 在这个时候 中国跟美国在这边吵 到底这个virus是从哪边来的 美国说这是中国病毒 中国说这是美军把病毒带去的 哎呀 我看了之后我说主啊求你怜悯啊 这已经这么多人死掉了 已经这么多人染病了 超过二十万以上的人染病了 大家还在那个地方打比仗 还在那边打 这个 还在那边在把责任推在对方身上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上来看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我多次在祷告会里面 在主日里面也讲说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 这一个病毒 这一个疫情 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 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要看见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圣经上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多少次圣经里面可以说 每一次的瘟疫之所以来临 都跟犯罪有关系 不信主的人 不认识主的人 把这些的这个问题 堆在这个憋斧身上也好 推诿在这个哪一个国家也好 那是他们自己无知 但是神的儿女 我们今天是有神的话的人 我们要明白 神的话是一切的标准 神的话也是审判的标准 今天神的审判 临到这个世界 不是别的 因为人犯罪 所以 我们 我们看见说 神借着他的话 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 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 他说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在末日 今天就是末日 神要借着他的道 来审判这个世界 不要忘记 神的审判 也包括他的 包括基督徒 他的教会 记得上上礼拜我们讲的吗 上上礼拜我们讲的 是不是 神针对基督徒的审判 也根据他们在灵命 在生活 还有在侍奉这三方面 神也有一天 在见他面的时候 神针对我们基督徒 要做这些审判 而审判的标准在哪里 就在神的话 那你说牧生来 我们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诗篇119篇第9节说 少年人用什么 竭尽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诗篇119篇第9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听众说明你可以看见 诗篇119篇 连续的这两节圣经里面 一个是讲的说 少年人用什么 来竭尽他的行为呢 他说什么 是要遵行神的话 那么接着又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什么 我得罪你就是神 如果我们看的话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 捷径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以色列人 一生所追求的这个目标 也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核心信息 特别在立位纪里面 讲到很多 很多人读到立位纪的时候 就有点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读读读 就死在祭坛上面 再也过不了立位纪了 立位纪讲到很多有关捷径的条例 有没有 这个该捷径不捷径 那个是不捷径的 这个该吃不该吃 那个是不捷径的不该吃 所以我们中国人 常常喜欢吃的 都是那些不捷径的 按照圣经上里面所说的 是不是 什么乌龟 甲鱼 还有什么青蛙 我上次去中国超市去看 一个华人超市去看 我就看见 就是在上个礼拜 even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看见一堆的青蛙 放在那个地方卖贩卖 我心想这个时候 其实是蛮敏感的 是不是 人家对我们中国人 已经很感冒了 又看我们到脑 吃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好 今天不是谈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圣经上其实借着吃什么 住什么 穿什么 这些东西要来形容 圣洁这些事情 圣洁 怎么样子能够圣洁呢 少年人怎么能够圣洁呢 今天你看见年轻人 今天的年轻人怎么会圣洁呢 有一次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到中国去 去这个培训 在北京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地铁 他就在地铁里面看到 有一个年轻人正在那边看一个色情的一个杂志 那么这个牧师看到了之后 他就觉得很讶异啊 因为整个的列车里面 大家都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他等于是大庭广众之下在读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跑过去 跟这个年轻人讲说 他说 你怎么在这里看这个东西啊 结果这个年轻人 头一台 瞪着他说 不看这个 看什么 哇 这个牧师真是要吐血了 怎么会 今天的年轻人到这种地步 这个人 他看色情杂志还给你看见 但是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 甚至不要说是年轻人 多少的人 成年也一样 躲在自己的阴暗的一角 在那边看 internet pornography 在那边看色情的网络 在那边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只不过今天人大胆到一个地步 犯这些罪 而根本没有羞耻感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消息里面 提到这个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CEO 那么他的那个 他现在结婚的 我记不得他名字了 他就讲到说 在他还跟他在 两个人在这个交往的时候 换句话说 他这个等于是婚外情了 他在交往的时候呢 他写的一些的那些的这个text 或者给他的一些话语 我就说 这些东西啊 连提都不应该提的 可是今天媒体 借着这些名人 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写在这个网络上面 写在报纸上面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的下一代天天看这种事情 他的道德观怎么会提升呢 少年人要用什么话 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 应该讲说 今天这个世代的人 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呢 是要借着遵行神的话 美国在1960年的时候 就开始从神的话语上面推出来了 1962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规定 这个圣经 就是公立学校不可以祷告 1963年的时候 最高法院也规定 公立学校不可以读圣经 从这个之后 祷告读圣经在公立学校都不被允许 之后 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 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有同居的经验 一旦是过去同居 或者是现在正在同居 美国有许多的年轻人 从年轻的时候 从初中的时候 从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喝酒 就开始酗酒 甚至开始吸毒 而今天你看美国的很多州 已经开始大麻合法化了 那更是公开的在那边可以吸毒了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看见整个的社会的光景的时候 你说如果上帝是圣洁的 他对于这样子的光景 他能够不审判吗 他看见这样子的光景 他难道无动于衷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 cororavirus绝对不是突然的 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诉说 刚才我所提到的 我简单提两项 美国人今天吸食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毒品 美国人每一年用于色情网站的钱 是2.8 billion 也就是28亿美元 那其他还有很多 我不讲了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 今天我们的光景真的是惹动神的路起 不单单是美国如此 中国如此 全世界现在天下乌鸦一般黑 因此圣洁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借着神的话 回到神的话 让我们真是从小好好带领自己的孩子 读圣经 背圣经 如果做父母亲自己的不好好读圣经 自己不看中神的话 你不可能带你自己的孩子来读圣经的 因此 借着这个时候 当大家学校都放假 学校都不上课 也不上班的时候 我在这边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把你的孩子 把你的家人带在一起 好好的来读圣的话语 好好的一起建立家庭 祭坛 好好的一起来祷告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约翰所看到的不单单是那位荣耀圣洁的基督 他所看到的也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基督 怎么知道呢 我们看见 他这个地方说 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他说他是他的眼目 十四节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他的眼目眼睛就是看的 眼目如同火焰 就在形容神的全知 神没有不知道的 是不是 在诗篇里面 诗篇139篇一到二节 这个地方说 他说 耶和华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诗篇11节 第十节也说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察看世人 现在弟兄姊妹 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说 若要人不知 怎么样 除非己莫为 中国人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在讲说 天都知道 但是中国人也用一个词来形容说 天都不知道 叫做什么呢 叫做神不知 鬼不觉 是吧 我告诉你 神知鬼也觉 真的 我没时间讲了 但是我赶鬼的经验里面知道 鬼知道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dirty 你做什么误会的事情 他都知道 所以当你做这些误会的事情 在你里面有这些 罪恶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就留了破口 魔鬼知道 有机会他就进来了 所以神 他是一位全知的神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他能够洞察一切 他查验我们的肺腑心肠 因此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面前 没有办无所遁形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欺骗他的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常常讲话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 耶稣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诚诚实实的 讲话要诚实 说话要诚实 不要说夸大的话语 不要说弯曲的话语 不要说misleading的话语 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讲完话之后 他整个的人 这个血都要崩出来了 神知道一切 约伯在这个约伯记里面 圣经里面 他连续的三次 讲到约伯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说他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死 就准备 三次 上帝知道约伯是什么样子的人 现在就准备 上帝也知道你我是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有一天耶稣在 这个挖骨树下 看见有一个人叫拿蛋耶来 他就对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因为拿蛋耶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 这句话如果是你听到的话 心里面一定 就好像说 你就从山东来说 山东还出什么好人啊 但是耶稣从他的回答里面 他说 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 圣经上也说 主知道万人的心 亲爱的兄弟妹 主知道我们的心 主看内心不看外貌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让人觉得我们很好 以至于我们就用一些 甚至就可以说是欺骗也好 或者是诡诈也好 我们要来掩饰我们自己 包装我们自己 这个世界 世界是如此 可是教会绝对不要变成是如此 亲爱的兄弟妹 我期许我们 真是做一个真实的人 神都知道我们的一切 有一次宋商杰博士在讲道的时候 就在他的旁边是一个帮他翻译的 因为他讲的那个福州腔啊 别人很难听懂 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时候当时整个中国的语言还没有统一 到任何一个地方讲道 他都需要有当地人帮他做翻译 所以那一天帮他做翻译的是一个教会的长老 那么宋商杰博士讲道的时候 最厉害的就是他每一次讲道指责罪的时候 他就要把棺材 他自己做了一个小棺材 把棺材拉出来 然后把棺材拉出来之后呢 他在里面就放了很多纸条 每一个纸条就写一样罪 比如说这个嫉妒啦纷争啦 骄傲啦等等等等就放在里面 就那天当翻译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预备好的这个棺材一打出来 他说打开棺材一打开 然后就把罪拿出来 结果就贴在了嫉妒 就贴在这个帮他翻译的这个长老身上 接下来说骄傲 结果他之后就拿出来说 淫乱 这一贴在他身上 这个长老当场就痛哭下来了 原来这个长老 他真的是有淫乱 他有外遇 很多年了别人不知道 但是那一天圣灵知道 圣灵借着宋博士讲道的时候 借着那一句话淫乱 他被光照 他就悔改 当着台下这么多人 他当众的悔改说 主赦免我 我有淫乱的问题 我怎么样讲 兄姊妹 神知道 有一次 那么在讲完道之后 那么有一些年轻的学生 来找宋博士谈道 那么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来了 当她一到她面前的时候 宋博士就说 你偷了人家家的戒指 赶快还他 还了再跟我谈 我看了这个我就想说 宋博士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 她是有先知欲言的恩赐 那女生吓得全身发抖 没有人知道 一个刚刚来的讲员 怎么会知道呢 就是谁会知道 圣灵知道 主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 神不知鬼不觉 神都知道 连鬼都知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说神是全赤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也是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 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 我们受到一些的委屈 我们受到一些的环境的压力 我们受到一些的难处 让我们真觉得说 好像没有人可以了解我 没有人可以知道我的感受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前 神都知道 他知道你的意念 他认识你 有一个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虎穴亡魂》的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 有看过这本书 这个作者 他自己本来是在纽约 是一个混帮派的 吸毒贩毒 无恶不作的一个人 后来他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他奉献出来做传道人 上帝使用他 帮助了很多这样子的人 但是 这个牧师叫做 David Wexson 中文把它翻成叫 大卫 Wexson 这David Wexson 他在他的一篇信息里面 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 他说 我亲身经历过痛苦 所带来的淋漓的振战 我的太太师母 她一生充满了病痛 曾经28次与手术搏斗 我曾经连夜来都坐在床边 因为忧伤而身负重担 祷告说 主啊 我爱你 依靠你 可是我却怎么受这么样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 为什么要继续下去呢 这是没完没了的吗 就在他这样子 好像陷于绝望的祷告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 他说 他听到主慈爱的 轻轻的对他说 他说 大卫 我晓得 我必看顾 我和你同在 他说 那一天 我晓得 I know I know 他说 那一天 我晓得这几个字 就带着一致的能力 在我的心里面 带来我的一个意志 使我重新的再一次的恢复 对神的信心 使我重新的在苦难当中 坚持 靠着主 走过了这 这么多的苦难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管是你现在正在面临到 人生当中什么样子的难处 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哀伤委屈 可能你会觉得说 主啊 我快受不了了 我再也走不下去了 没有人可以理解我 我也不好意思去告诉别人 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主都知道 Amen 既然主都知道 告诉他吧 把他交给 把你的难处交给主吧 既然主都知道 让他的安慰 亲自来安慰你 你的委屈 别人上帝都知道 你可能寻找 这个人的帮助 你寻找那个人的安慰 你寻找这个人的支持 你希望别人替你打抱不平 但是有的时候 你走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主都知道 主必申冤 申冤在主 主必报义 是不是 最后 这位神 他不单单是全职的神 他也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第五准备 在十五节这里说 他角如 如中锻炼光明的铜 这个角是预表着力量 预角是行走的 是代表预表着力量 圣经上 在讲到说 脚踏 践踏 仇敌 是不是 在单一里书第四章 第六节 第七节也提到 所以 这个如中锻炼光明的铜 在强调 神是强而有力的 预表着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大能的神 十五节 讲到说 他声音 如同种水的声音 这个地方 种水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种水的声音 哇 那个好像是 那个 惊涛骇浪的那种 海浪排气的那个声音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雄伟 那个声音也非常的巨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again在形容神的大能 神的全能 拔摩海岛 旁边都是海 四周都是海 这个对施洗约翰来讲 我相信他 会更有那种 清临其境的感觉 所以当他看见这位基督 他的声音 如同种水的声音 哇 那个就是象征着 我们这位主 他是认为全能的神 他是认为大能的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我就想到 这个 我们当中的 这个George 当他在病床上面 当我听到一个牧师 告诉我说 有一位他以前 他这个会友的朋友 住在医院里面 说是中风 希望能够 叫我赶快去看他 我还记得那是礼拜天的下午 主日完了之后 我们就过去了 看到他当时候 他已经整个人 躺在那个地方 没有意识 甚至 医生都已经在问家人 说是不是要替他切关 当时候 家人都为这个意见不同了 但是 就在那个情况之下 我们为他祷告 弟兄姊妹们 陆陆续续去看他 为他祷告 我们为他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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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妙 今天你可以看见 George坐在我们中间 是不是 他现在的情况 正是跟我们当初去的时候 完全不同 不可同日而语 那更宝贵的是 当时候汪的 还不信主的 甚至他还是比较倾向 这个佛教的 虽然偶尔也跟着 George去教会 可是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他经历了神大人的意志 他经历到 他看见神的大人 所以他信了耶稣了 那最近我们又有一个例子 有一位黎天明 这个弟兄 我称他弟兄 因为他现在 已经好几次带他 我们带他接受主 也是一样 中风 躺在床上 去看的时候 家人在旁边 都在 真是真是难过 哀哭啊 可是真是奇妙 当我们去为他祷告 一天两天 很快 他的那个复原的速度 比这个George还快 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做 做力了 他现在也可以听得懂 别人甚至可以简单的一些的话 都可以讲了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 他的妻子也因此信靠了主 他家里面的人很多 本来不信主的 现在也信了主了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 神的大人一工作 神就死 一个人就认识主了 本来是玩梗的 本来是拒绝神的 好像没有办法 这个人会信主的 但是神有办法 神是全能的神 神有办法 Amen 弟兄姊妹 就像今天我们在面临这个Virus的时候 你看了许多的视频 我也看了许多的视频 你看了许多的消息 我告诉你啊 到目前来讲 没有一个 说可以解决这个Virus的问题 没有疫苗 发现出来说 用了这个疫苗之后 就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今天还收到一个消息 提到说意大利 一个医生发出来的消息 意大利的光景 他说他在的那个医院 光景到一个地步 他说我们现在因为太多人 我们没有办法救 我们现在只能够决定 谁该活 谁不该活 对一个医生来讲 这是多残忍的事情 他也看见 他自己的同事 有的也染上了 死掉了 这种情形好像过去 在武汉的那种情况 又重新出现在意大利 我不晓得这种情形 可能现在也许在纽约 或者是我们祷告 希望它不会发生在我们中间 但是我要讲出来的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看起来 人没有办法抵挡 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苦难 来到了全世界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 为什么 上帝有没有办法 上帝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弟兄姊妹 有吗 有 我相信有 但是请你记得 圣经上里面说 若有成为我名下的子民 自卑祷告寻求我的灭 转离我们的恶行 神就侧耳替我们祷告 医治这地 看到没有 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原则 换句话说 神说在这一个瘟疫 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基督徒你要起来祷告 你不要只是在那个地方 想说我现在好难得 可以全家在一起 可以在家里吃饭 可以在家里做这些 你做两天就差不多了 你接着你会问说 你要做什么 你会发现很无聊了 你会发现你开始就开始 想要又要去看这个 看那个了 亲爱弟兄姊妹 不要让这一次的疫情 使得我们浪费掉了 神借着这一次的疫情 要让我们重新回到祂的面前 如果是基督徒 神要我们好好的起来 征战祷告 加入教会 为40天的 我们现在40天结束 我们要继续的下去 我们要一直下去 疫情没完没了 我们祷告也没完没了 Amen 我相信 神的儿女起来祷告 认罪悔改 起来祷告 神就要止住这个疫情 祂的教会要复兴起来 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让我们神的儿女 基督徒 把握这个机会 人的心现在是柔软的 人的心现在是恐慌的 让基督徒把属天的平安 从耶稣基督里面 信靠耶稣基督里面 所带来的那样子的平安 也传扬出去吧 刚才我说的 这一个意大利的医生 他就提到说 他说有一天 这个病 这个医院 进来了一个牧师 他也感染了 但是这个牧师呢 身上带了一本圣经 跟着进来 他在病床上面 他就跟着旁边 同样染病的这些病人 跟他们 把神的话讲给他们听 甚至 他不惧怕的 为那些已经要垂死的 为他们按手祷告 他说这个医生 他说我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以前计较我的同事去教会 我笑他们觉得 这些人怎么这么样子无知 但是他说看了这么多的 生生死死 看到这个牧师 他说他让他思想 他说他也开始祷告了 这个牧师后来 他也走了 可是那个牧师 拿着圣经 把神的话读给这些 正在疫情当中的病人 甚至为他们祷告 那一幕印象 他永远没有办法磨灭 因此他心中 开始来寻求这位神 他也跟其他的同事 本来都是无神论的 也开始起来祷告 希望上帝能够让 你知道意大利这个国家 本来就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但是意大利其实 大部分人都已经是 变成无神论的 他不相信上帝了 我相信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情 不管是 过去是前基督教国家 或者是基督教国家 或者是非基督教国家 无神论的国家 甚至是穆斯林的国家 上帝今天在搅动魔潮 在整个世界 做一个奇妙的事情 神的右手拿着七星 十六节说 他拿着七星 代表这时候 右手代表大人 他拿着七星 心就是教会的使者 所以教会神的儿女们 在他的手中 是何等的安全 Amen 即使是在病毒 这么样的猖狂之下 昨天的消息才提到说 今天我们在LA County的 所有的gathering 都不能够了 越来越严格了 是不是 那当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感觉到 事态越来越严重 是吗 甚至 今天的新报道说 因为欧洲的疫情的关系 所以欧洲的美国人 通通赶在这个 不能够回国的 这个禁令之前赶回来 所以芝加哥 这些大机场 充满了人 而且都不戴口罩 所以有人就 有一些这些 这个 就是这些的疫情专家的人 也说 他说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不爆发 听说当你听到这些笑心的时候 你真会觉得 末日要来了 是不是 你甚至会觉得说 是不是 这种情形 有一天我也染上了 听众子妹 如果按照以色列最近的一个官员说的 他说 eventually 大部分都会染上 好 那听众子妹 染上又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 最后的可能是什么 是什么 那个都是我们最怕的事情 是不是 可能你自己不怕 但你怕你自己的孩子 你怕你的家人 是不是 那听众子妹 我也不是要你去做一个无知的人 你说我不怕死 我就走出来了 但听众子妹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虽然环境是这么恶劣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在我们一生当中 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吧 是不是 但是亲爱的众子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虽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洪水泛滥 耶和华 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Amen 所以他是全能的主 对他来讲 他可以派一个小虫 就把犀利王咬死了 记得圣经上讲吗 同样的 他可不可以 他一句话 这些新冠状病毒 什么再厉害的病毒 通通都死掉了 会不会 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 起来祷告 你紧张 你担心 你忧心 你每天洗手一百遍 也没办法 guarantee By the way 我常常洗手 所以我说这些话 不是说 我不做 我该做的事情 但是弟兄姊妹 You 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请 实情地帮我们 来弹这首歌 我们一起来祷告 就这边 主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我们真是相信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的再来 是你的盼望吗 你看见过主吗 你渴望看见这位主吗 这位主说 祂要再来 祂要架着云 带着众天使 众圣徒 一起来迎接我们 让我们真是带着一个 有盼望的心 充满信心的 在这样子一个 疫情泛滥的时候 我们仍然对神主 我们知道我们是祭司 我们是神的儿律 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 好不好 我们就同心合意 请你就在你自己的家中 你可以一起举起你的手来 我们同心合意 一起在主的面前 再一次来为着这个疫情祷告 主啊 求祢来使用 借着这个疫情 使祢的教会复兴起来 借着疫情 使人的心转向祢 好不好 我们就为这两个重要的目标 我们同心合意在主的面前 一起同神开过来祷告 主使得我们赞美祢 谢谢祢 主啊 愿意真是 借着这一次的疫情 主啊 再一次来 振兴你的儿女们 唤醒你的教会 让你的教会 在这个时候 不是在那边惊慌害怕 让你的教会 你的儿女们 起来征战祷告 让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 天天的在地面前 迫切地呼求 转离我们的恶行 好叫你的医治可以来到 好叫你的父亲可以来到 好叫你大人的手 可以在我们中间工作 主我们也为这许许多多 正在受到这个急烂所影响的人 不管是已经染病的 或者是这些病逝的家属 或者是还在面临这个疫情 甚至是这些没有染病的这些人 我们都祷告 亲爱的主啊 你打开人的心啊 你预备人的心啊 叫人的心预备好 接受你来遇见你 把你当作是我们的主 我相信主这是你这一次的疫情的目的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